今天跟大家刚好可以聊一下 我老婆她今天测体重 然后测体重的时候 说今天已经降到110斤 多一点点110点几了 然后她大概心里是 可能读大学到工作到现在都没有这么轻过 现在是已经是生完孩子一年了 所以她把她的这个结果告诉她的那些朋友 她的那些以前认识的那些闺蜜们 然后那些闺蜜们都很羡慕她们 因为她们很多闺蜜生完孩子两三年 体重都没有降下来都没有动过 所以我老婆她其实跟我不一样 我老婆她不是生童 她是相对于是低碳 因为她每天早上会吃一片到两片的面包 就是那种粗粮的面包 或者叫什么全麦的面包 所以她其实减的速度很慢 但是她现在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 继续往下降了 是因为她跟我一起是 我是一天吃一餐 她跟我一天吃两餐 然后只有早上那一餐 她吃了粗粮面包 然后中午和晚上都是跟我一样的 主要是中午跟我一起吃 跟我相当于只有肉和菜 然后等到晚上她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所以顶多也就是偶尔吃两片橘子吧 就是总之对碳水这方面的摄入还是控制的比较好 但是就说她花的时间比较长 对吧 她是大概是 嗯 今天她跟我说 她是说其实产后一到两个月的时候 她都已经回到120左右了 但是从120到110的这个过程 时机是吧 花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 你想啊 咱们的孩子是去年一月份出生的 所以差不多花了十个月到十一个月 减了十斤 也就是一个月减了一斤 怎么说呢 如果是做生酮的话 可能会快一点点 但是就是说 如果一个对生酮首先不是很了解的朋友 再一个呢 自己过去的一些习惯 一些对碳水的一些 啊 这种喜好的这种 这种心理放不下 所以只能慢慢的来 像像我老婆这样子的情况就 花了十个月减十斤 但是只要有这个耐心 是吧 或者说 不在乎这个时间花这么长 他也无所谓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啊 借鉴一下啊 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我老婆的经历 然后我今天也是跟一位加拿大的一位朋友 有在微信上聊 那位朋友呢 他女生也比较重 体重比较重 BMI大概有三十多 所以他跟我说 他现在一周有五天的时间做一日两餐 然后自己拿出两天来做一日一餐 但是在上班呢工作啊这个过程中 尤其是快要临近到吃饭那个时候 他就会觉得有点头晕啊 或者是乏力啊 或者是总觉得不得劲儿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慢一点 这个节奏要放慢一点 尤其是对于这些体重基数比较大的女生来说 这个胰岛素抵抗会比较 比较严重一些 然后断食呢就不要太激进 但凡觉得稍微有点扛不住了 就不要硬扛 该吃一点坚果 或者说吃几个黄瓜 吃点番茄 适当补充那么一丁点的碳水啊 或者说 其实吃番茄黄瓜这些东西 也会给大家补充一些 营养啊 维他命啊 矿物质啊 这些东西都会补 所以吃了真会好一点 就不要一个劲儿的 就硬扛 硬扛的话 容易到后面就暴食 不太好啊 我的意思就是 让大家尽量的放轻松 然后自己能够知道 是不舒服了 不舒服了就知道该怎么操作 让自己的这个不舒服的状态赶紧消除掉 这样能继续坚持下去 不然的话 这种不舒服多来几次 很少人会继续做 这个觉得生活很好啊 或者是毫无压力啊 或者什么的 咱们人都是这个样子 你觉得难受了 这个事就不想做了 这是很容易的 情理之中的事情 所以一定不要让自己难受 然后锤子你说 你常年低碳 食欲不稳定 一个星期就想爆碳 这几天出乎意料 不知道再过多久会爆碳水 你就这样操作吧 我之前都给很多朋友都回答过这些问题 如果觉得自己是食欲不稳 你要想想 你这个直接把碳水断掉 这个方法 首先我们是 这个当然不是说很推荐 但是你既然说你之前 已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碳 那么你现在还说你的那个食欲有点不稳 那么你有没有继续像我们之前说的 一个就是平常多吃点盐 是吧 这个盐能够很好的控制食欲 再一个就是平常多吃含那个维生素B足丰富的食物 我们之前也告诉大家了 新鲜的肉啊 一定要是新鲜的肉 再就是蔬菜 再就是那个一些坚果啊 坚果都是新鲜的 不要炒熟 不要加工啊 再就是菌菇 这些东西 含碧组维生素 丰富的这些食物 你要多吃 这个会很好的 会控制你的食欲 你试一下 这两点啊 你就但凡食欲不稳了 你就想是不是缺盐了 是不是缺碧组了 再往后 你再想是不是那个 比如说 我们记得说的美 是吧 美跟我们神经是牵在一起的 所以你如果说排除了前面刚才说的那两点 是吧 盐也吃够了 那个丰富的一些蔬菜坚果你也吃了 但还是有点馋 怎么办 你就吃几块那个原味的巧克力 很苦很苦的那种巧克力 吃两块 一般这些问题通过这三套下来 基本上全部都可以控制住 然后你说现在乳制品也断了 可能之前是乳制品吃多的食欲控制不住吗 这倒是也是有可能的啊 然后你现在腰粗你就不要着急 这个就不能着急 你只能说那个 随着你的体重的降低 你的腰会慢慢的显现出来 我老婆现在今天就是他觉得自己的腰出现了 所以特别开心去测了一下体重 让体重让体脂率降下来 你的腰逐渐就会显现出来 现在你不要过早的去强调这些问题 好 然后像阳光 你说怎么入铜 怎么说呢 刚才我跟锤子聊的时候也说过了 这个东西要循序渐进的入铜 你先做一段时间的低碳 了解了解什么是低碳 是吧 然后在你了解的 在做低碳饮食的过程中 我的反过来说 你要把我们节目要看看 对吧 我们的节目是 呃 知识含量很高的 然后你把 我们节目内容的 比如说核极A核极B 你学习一下 一般要花一到两周的时间 学习 呃 生物饮食到底怎么操作 遇到什么问题 遇到问题的怎么去解决 你自己了解一下 了解好了之后 大概你在学着开始操作 我们一般是这么建议的 就是对于一些女生来说 你首先啊 先不要着急 马上啊 像刚才锤子那位朋友 直接断碳 不要 对吧 如果说你之前连低碳的没有做过 你就不要贸然的 直接做生物饮食 直接断碳 这样不好 是吧 而且你对一些营养啊 对食物啊 这方面的知识都不了解 呃 除了问题 你其实自己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你只能在网上倒去乱问 乱问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 所以对于你来说的话 我觉得 你可以先 试着啊 把 先花一周到两周 慢慢把你平常吃的那些 呃 面条啊 米面啊 这个馒头啊 包子啊 这些东西 先能不能试着 减拌啊 然后减拌的同时 你多吃一些什么猪牛羊肉啊 鸡蛋啊 这些东西 好的东西 好的蛋白质 嗯 这几周 或者说这一到两个月 你都这么操作 然后 多吃点盐 同时也多吃点盐 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 三点 是吧 把 把碳水 米面 精致米面 减拌 同时增加你的蛋白质 再加盐 就是你要做的先 三 三条 然后在这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你就 看我们的节目 从我们的合集 A开始看 然后 A B 至少要先看完 我们有朋友 天天看 花了两周 才看完 因为我们做的节目非常多 从18年就开始 科普了 所以这个节目 但是A和B并不算很多 就是合集 A和合集B 你可以先花一周到两周时间来做 适当的做理计 因为你们有些内容很难 呃 也不是说特别难吧 起码要是高中到大学的程度 你才能理解 所以 当然不是说很难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呃 你一旦 搞不清楚怎么办了 你就不至于说还要重新看一遍视频 你就翻一翻你自己做的笔记就好 那然后 就是说相当于你花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先做好这个低碳 同时把我们这个生酮方面的知识先学好 然后 差不多到第三个月的时候 你就可以慢慢的把这个碳水 继续的减少 然后呢 还是一边减碳水 一边提高你的蛋白质 和适当的脂肪 不要提太多的脂肪 你现在不要到网上去看那些人说 啊 生酮饮食就是高脂肪的那个叫什么 饮食 然后成天就要吃大肥肉 喝椰子油 不要不要去听他们那些 呃 比较比较不正确的言论啊 这个是我 已经科普了这么多年给大家 其实很多朋友走歪了 就是这条走歪了 一上来就喝油 喝很多油 每天喝很多油 但是光是喝油 并没有吃很多的那个有营养的物质 像我们比较强调的什么 啊 动物的肉啊 啊 主要是优质的蛋白 什么叫优质蛋白 就是新鲜的猪牛羊鸡鸭鹅蛋 是吧 还有一些动物的一些肝脏心脏 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平常需要去吃的 如果你没有钱去买补剂 没有那些钱去烧的 你就按照我说的吃这些新鲜的原型食材 而且这些食材的饱腹感 它对你身体的这种 呃 体重的影响其实是最小的 你整天去吃那些什么蛋白粉啊 喝那些什么油啊 这对体重其实 你其实说是生酮 但其实对你体重控制会很差 因为这些东西吸收起来 它们都是加工类的 你要真吸收起来 吸收的火还更快 没有原型食材 怎么说呢 原型食材你想 你要吃一块肉 一块猪肉 一块牛肉 是新鲜的切成块 你放嘴里你要嚼对不对 然后来到胃里面 我们的胃要蠕动 要分泌 呃 这些消化酶啊 要分泌胃酸啊 到了肠子里 肠子还得再分泌酶啊 分泌这些消化液啊 然后再一道道的吸收啊 整个过程 这套消化的过程 我们身体是要消耗很多卡路里的 是吧 但是如果你什么东西都是喝的 是吧 粉末 那我们身体吸收起来 根本不费摧毁之力 相反了 我们付出的代价变得更少 你要这么算下来 我们的净能量 其实是也许是变多的 这个是基本上没有人会告诉你 这些这些小小的细节 所以刚才阳光跟你说了 就你先花两个月 把刚才说的三点做到 同时你再把我们的节目 呃 花时间稍微学习一下 能做笔记做笔记 然后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到我们的群里面去 有时间我就给你回答 没时间 咱们就像这样子 那个平常直播 基本上周一到周五都会直播 呃 周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不等 所以你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到时候到直播来问我 或者是到群里面 问我 我会把一些 过去发的一些节目 会会扔到群里面 如果你找不到 我可以扔到群里面 然后你自己去看 实在有一些 我以前没讲过的话题 到时候我在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一般来说 我都讲过了 因为咱们的这个科普节目 已经做了五年了 基本上涵盖了90%多的 那个话题 大家遇到的话题 都可以被解决掉 嗯 然后吹子你说 164 115斤 有健身的习惯 蛋白质脂肪 一天摄入多少 比较合适 关于蛋白质的 那个计算的方法 我有 我有专门一期节目 有讲啊 比如说你 你喜欢健身的话 你就 把你的 那个 受体重 乘以1.0 或者是1.2 就足够了 是吧 如果你 如果你不健身 0.75 其实就够了 然后 脂肪的话 我们之前只说 脂肪的上限是100克 但是 一般吃不到100克 40 50 60 都是有可能的 完全是看你当时 吃的食物的饱腹感 以及你自己的感受 如果你感受 刚好吃到多少 呃 吃了四五十 你就觉得满足了 那你就四五十 就可以停了 是吧 我们说的100克 是上限 所以你要问我 一定要吃多少 我给不了你一个 比较准确的一个值 你也不可能是 按照我给你的一个值 天天就这么去吃 人的身体是有 是自我调节的 对不对 你今天少吃点脂肪 它也许会多烧 你自己自身的一些脂肪 是吧 你如果多吃一点了 呃 吃了超过100了 那也许会存掉一点点 瘦体重 就是你自己找一个体重秤 然后 体脂秤吧 最好是体脂秤 能够算得出你的 那个体脂率的 然后用1减去你的体脂率 比如说你的体脂率 是25% 对吧 那你就1减去0.25 然后乘以 你的现在的总体重 比如说你现在体重是 62千克 对 不对 是62.5千克 对不对 呃 55点 57.5千克 57.5千克 乘以 括号1减0.25 这就是57.5乘以0.75 这个就是你的瘦体重 单位是千克 然后用这个 单位是千克的这个 瘦体重乘以 比如说你现在喜欢健身 是吧 你就乘以1.0 或者是1.2 呃 因为这两个算出来 可能差别 也就是十来克的蛋白质 换算出来 那个 原型食材 也就是50多克的 呃 新鲜的肉 你自己去看 你看你吃多少合适 觉得自己满足 如果1.0吃完了 你觉得还不得劲 那你就吃1.2 一野秋红 你说 生铜 黄豆粉能不能吃 我对 我对豆制品 其实一般都是 比较谨慎的 呃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吃黄豆粉的初衷是什么 你是觉得 黄豆粉是一个很好的 那个 蛋白质的来源 那么如果是这么想的话 我会告诉你 可能动物的蛋白质的来源 会更好一些 是吧 如果说 呃 你是为了缓解你的什么 那个叫做 更年期的各种不舒服 是吧 潮红什么的 呃 想想让自己的雌性激素多一点 你吃这种黄豆粉 呃 是为了它的这个植物雌性激素 那我也能理解 但是 怎么说呢 你说纯粹是因为想喝豆浆 或者是觉得这个蛋白 什么 对身体特别好 我就不是特别推荐 呃 因为有很多人 其实说实话 对豆制品不是特别的能够 呃 耐受 会肚子不舒服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这个黄豆粉 它没有经过发酵过 直接就是豆子打出来的粉 它里面含的碳水 实际上是很高的 呃 你吃着吃着你就退投了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买的是那种商品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它的包装配料表上面它告诉你100克的黄豆粉含有多少的碳水 你仔细看一下 如果说比较多 那你就可能是容易让你退投的了 你就不要吃 是吧 你可以补充一下刚才我问问你的几个问题 忙得你自己打的乌糖都这样 你不要跟我强调乌糖啊 我刚才跟你说了 回答那个朋友 上面那个朋友也是一样的啊 本身它豆子自己本身就含有淀粉 就含有这些碳水 所以不是说你自己不加糖就安全了 是吧 这个豆子它也不是100%都是蛋白质啊 所以你如果买的是生的黄豆 然后自己打成粉 然后自己做成豆浆 那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那个碳水的 陆志安 陆志安 如果你这么坚决的要喝豆浆粉 那你就喝嘛 这个我暂时也不好说 就你就不喝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问我如何做好生酮 如何能够保证不出酮 那我告诉你这个豆浆粉少喝一点 是吧 如果你真的是比较刨根问底的话 你就拿一个血糖仪或者是血酮仪 是不是 来测一下你喝完豆浆之后的血糖 或者是血酮 你看一下你自己会不会出酮 或者是血糖标起来 咱们就不用在这争论了 对于我来说 如果想好好的保证自己能够放心的生酮 是吧 能够放心的吃什么东西 放心的喝什么东西 不用去计较在你们的碳水的问题的话 那我就觉得我就不去冒这个风险 要不然这个豆浆粉只有4% 那你要算 好了 是吧 你要喝多少克才会抽标啊 对不对 那你如果算了豆浆粉的这个东西 你要不要去算一些别的地方的碳水啊 是不是也要算呢 你每天都把时间花在这些东西上面就有点 我觉得不划算啊 然后这个你说我不饿就不吃 你说蔬菜是不是每天都要吃啊 如果 如果有饱腹感是不是就可以少吃一些 我们给大家定的标准是 一天不要少于一斤 也就是500克 不要少于一斤 太少了 我就不能保证 大家每天的这个 不管是 盐啊 铁啊 钾啊 这些矿物质能不能够 是吧 还有一些维生素 维生素B族 维生素C 这些东西都能不能适当的补充住 你光靠吃肉能不能保障 这个可难说了 如果肉搭配蔬菜 这样子记经济 又实惠 而且能够保障效果 那你说 不是每天都吃 那多久吃一次 你一周七天 你如果五天都吃 我觉得勉强也可以吧 对不对 要不然你说 啊 不用每天都吃 那最后变成每天都不吃 那我觉得这样也不行 所以还需要说清楚一点啊 饮食与脑健康 我觉得生酮比较健康的一些零食 可能只有一些 比较天然的一些坚果 我给大家推荐过 然后 还有一些什么黄瓜 番茄啊 这些可以随身携带一些蔬菜啊 是吧 然后有一些 我是不建议大家没事就吃零食的啊 就是零食零食就是 你不在中餐时候吃的东西 但是这刚好又是我反对的事情 所谓的零食 其实在我看 也就是餐后吃那么几颗 不是说餐与餐之间 我随时都拿出来吃几口 这样子没有用的 我们本身就是为了用生酮饮食 来模拟断食 什么叫模拟断食 模拟断食就是不吃东西啊 不吃东西 那我们实际上是不需要零食了 所以零食这个概念就有一点啊 在生酮饮食里面其实是有一点点悖论的 其实只能说是 赴正餐之外的食品 是吧 然后随着正餐一块吃 只能这么说 爱上谁 你说咖啡除了喝美食 还有什么推荐吗 可能还有冷脆吧 是吧 可能还有一些卡普奇诺吧 这些都是要么是浓缩 要么是不浓缩的 但是你说往里面要加点奶 加点奶油 那就是有别的一些风味了 但是又可能会打破点断食 这个需要你自己权衡 如果是加奶油 可能稍微好一点 但是你要考虑自己对奶制品过不过敏 是吧 如果说 加点什么牛奶 你变成拿铁 如果有的人爱喝 我觉得 你可以认为 把它作为半顿餐 吃也可以了 因为牛奶 它是多少含有点乳糖的 它是会打断我们的断食 是吧 所以你说喝美食 为什么要喝美食 因为美食里面什么也没有啊 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生酮久了之后 你也没有特别的必要 往里面要加一些脂肪啊 不论是黄油 椰子油 还是什么奶油 都不需要加了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而且不会影响 打断我们的断食 所以你要想 还要些什么别的推荐 那真的是 我觉得不多 真的不多 你可以换豆子啊 换成不同的豆子 自己去买一些奇奇怪怪的豆子 自己在家里做 现在 现在有很多豆子 国内也有很多豆子 然后 反正 最近 我比较喜欢 喜欢喝那种深度烘焙的 有很多豆子 还没有试过 喝的都是西马克那种 都差不多一个味 但是如果说有条件 能够多换这种豆子喝 你会发现有很多 什么什么 各种香味的啊 水果味的呀 各种都有 其实美式也可以做出很多味道来 我都能理解啊 那个什么 我不饿 我不吃 然后什么 饮食与脑健康 你们有很多想法 就是比如说 我不饿 我就不吃了 不吃了之后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不是想 最快的速度减肥 是不是 你如果你的初衷是这个样子的话 很容易出问题 对吧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每天 我们人体为什么 需要固定的 至少一个最低限量的蛋白质 最低限量的营养素 不管是维生素 还是矿物质 这些东西 都有一个最低的限量 如果你每天都觉得 我不饿 我就不吃 那我就问你 你大概多久 才会饿 是吧 是两天饿一次 然后两天吃一顿饭 是这样子吗 两天如果你吃一顿饭 你能不能保证 你能够把 昨天和今天 该摄取的最低量的蛋白质 或者是维生素 或者是矿物质 你都能摄取足 如果说你确实懂这一块 你能保证 你在吃的那顿 把你该摄取的营养素 不论是蛋白质脂肪 还是营养素 都能摄取充足 那行 你不论该多久都可以 是吧 有的人可以三天不吃饭 也可以啊 对吧 但是我就说 大概自己 你甭管你是觉得多久 你不想吃饭 是吧 你要知道 你的身体一天至少 是需要三十克的蛋白质 三十克蛋白质 相当于 大概一百五十克的牛肉 你自己去想 如果我今天 gap了 我明天是不是要多吃一点肉 才能补回来 你就这么去想 就对了 如果说你今天gap 明天gap 后天gap 然后大后天 我还是只吃那么一丁 吃那么一丁点肉 是吧 然后逼着自己去节食 那就错了 所以你有时候你是没有饥饿感 这是我了解 本身生酮也好 断食也好 就是能够让人饥饿感减轻 甚至不吃 但是就是说 大家自己要知道 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状况 你如果是那种健身运动员 是吧 整天去练肌肉的 那拨人可不想断食了 那拨人 你说让我断食 我就肌肉就减少了 那拨人对断食很敏感 但是如果说 你自己做生酮 然后做轻断食 你感觉到 不怎么饿 这天就不想吃了 好 可以跳过 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等你明天饿的时候 你再吃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要多吃一点 对吧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些讨论一些问题 是 这个我不饿就不吃 你如果觉得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不是说不能gap gap之后 你要知道 饿了之后 你要可能要多吃一点 是吧 你只要把这个 这个最基本的知识点了解到了 你基本上就不会走 走偏 我们以前也遇到一些女孩子 她们想减肥 她这个减肥心切 然后啊 我今天不饿 明天不饿 后天报食 就来了 所以就不能让自己陷入这种恶性循环 就是 我们会 就算是不怎么饿 其实也可以 告诉自己 我每天可能 要吃适当的一些蔬菜啊 是吧 一些维生素 矿物质啊 一些盐啊 这些最基本的是要摄取的 你就这么想嘛 我们人 在野外 我就算是什么东西 猎物打不着 但是植物 我总可以获取一点点吧 嚼点树叶 吃几个坚果啊 可以吧 这不就补充了维生素跟矿物质吗 对吧 然后你说啊 我这个肉 我今天实在是没 没有胃口吃 那就跟在野外 没打着猎 没打着猎物是一样了 是吧 第二天再吃也行 对不对 第一天没吃不着 第二天吃也行 甚至你说一年两三天打不着猎物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说gap多久 一天两天 我觉得都有可能 但是你一旦获得了猎物 一旦你有了吃饭的这个冲动 有了这个吃饭的机会 你就该把之前 是吧 消耗掉了 你都给要补回来 是吧 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人 你甭管今天是饿 还是不饿 你就光坐在这儿 就要消耗30克蛋白质 这个是我们新陈代谢 必须要干的 我们有细胞死掉 是吧 有组织死掉 重新生长出新的来 这些东西 不是100%可以循环 那个利用的 所以我们人体 就是需要这些蛋白质 这些蛋白质 如果你今天不吃 明天不吃 后天你也得补回来 不然时间长了 你就流失了 你的肌肉就开始流失了 然后你的肌肉 是拆东墙补西墙 拆了肌肉 补你的 也许你的大脑 你的神经 你的内脏 是吧 很多女生就是 瘦胳膊瘦腿 像马杆一样的 那她的内脏还正常 是吧 但是就是如果 搞得不太好 是吧 就是这种偏食挑食 或者是刻意结食 到了一定程度 它就变成那种 什么夜食症 抑郁症 然后这个 甚至就是身体的各种 姨妈的不正常 脱发 各种都来了 这些都是营养不良 所以你就不要说 我gap gap gap gap到最后 营养不良 就不行 所以你对营养 要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这样的话 至少你不会觉得 好了 少吃 少吃 最后少吃个没完 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布丁 布丁你说 差不多 所有的知识 看了一遍 以前是低碳 高蛋白 总是爆蛋白质 现在开始生酮 蛋白质适量了 食欲就好很多了 没错 生酮 那个总结来说 就是低碳 中等蛋白 中等脂肪 现在不会强调高脂肪 因为只有在那个 医疗性的生酮的时候 才会强调高脂肪 要治脑子里面的疾病的时候 才会强调高脂肪 高酮体 所以没错 像那个今天 我们是下午 跟那位在加拿大 那位朋友 也是聊天 他之前也是和你差不多 高蛋白 高蛋白之后 他有些人还体质不一样 有些人高蛋白吃多了之后 对血糖有影响 影响之后头晕 或是身体哪里不舒服 是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把蛋白降下来 有很多好处 这也是比较科学的一种做法 然后低碳嘛 永远都是对的 不论是什么时候 然后一旦碳低下来了 蛋白呢就不能太少 同时要补充适当的脂肪 然后让自己不饿 是吧 觉得满足 这样子其实就达到 生活已时的这种标准了 我觉得不用特别的去 强调你的绝对体重 你只要监控你的体脂率 是吧 你的体脂率只要在你 比如说这一到两个月的 时间之内有一直在下降 是吧 但是你发现你的肌肉量 并没有减少 甚至因为你吃了 这么多的蛋白质 而且你还这么大量的去健身 你反而长了肌肉 最后可能体重没有达到98 还是在100 101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是吧 只要你的这个体脂率有下降 你穿衣服还是会小一圈 所以你要很理性的 去观察你的体重 你不要说我体重不掉 怎么怎么怎么的 这个就很业余 对不对 我要说说难听点 就是很业余 不能光看体重这么一个标准 你要看你肌肉 你的体脂 你的水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变化 所以不能 你就不是说我体重降到98 我就我就开心了 是吧 其实你还有很多方法 你比如说看自己的腰围跟臀围之间的比例 是吧 你如果发现虽然体重不长 也不掉 但是你发现你的腰围明明在缩小 这不是好事吗 对不对 所以是这样子的 就这个 就是说你要从单独只看一个维度的一个参考值 你要跳出来 你要看自己 我们人是一个3D的 是吧 我们腰围臀围甚至我们的这个皮下脂肪 这个皮下脂肪能揪起来多少 是吧 然后你的你的体脂率 你的这个肌肉量 整体的各种都可以都可以去参考 所以不要是只看体重 对 对 你就减脂就好了 所以你就找个体脂秤 不管是什么体脂秤 你从从从第一天到第60天 你就观察你的体脂的变化 你也不要换秤 就算是一个垃圾秤 也可以 只要这个趋势是一直在往下走的 就可以了 生酮情况下 体重是怎么样的一个下降模式 之前 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刚开始生酮的时候 刚开始生酮 或者是就算刚开始低碳的时候 它会慢慢的下降 下降 下降最后就会遇到一个平台期 这段时间 其实如果你还是在做的比较标准的饮食的话 那么这个平台期 其实你的体脂 如果你观察你的体脂 其实体脂还是在有变化 只不过在这个平台期的时候 你可能你的肌肉在有点增加 所以这个平台期 虽然体重不变 但是那个肌肉在增加 而体脂可能会继续下降 但是这个平台期过了之后 你的体重可能又会有一个下降的过程 这个就是说 你的肌肉到达了一定程度之后 它可以帮你的这个身体的 不管是代谢还是你的其他方面 它能够继续让你体重下降 所以但是但是还有一些前提 就是说你如果发现 这个平台期太久了实在就是不动 可能需要你去调整你的饮食 你的断食的这个间隔 甚至你还要加入一些运动 所以这个平台期再往下 可能还有一个第三个阶段 再向下的一个体重的一个下降 然后下降到一个最后的一个点 大概就是你的BMI 到了19左右 19 20左右 到最后这个点 再会有最后一个平台期 这个平台期就是体脂率已经不能再低了 然后你的肌肉量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就最后会有一个平台期 所以如果你真要说有什么变化 那个体重是个什么样的趋势 就三个趋势 先下降再平 再下降再平 最后一个平你可以忽略掉 因为最后那个平 它不会再起什么变化 所以你要说每天降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像女生会在姨妈周期的时候 体重会下降 会打很大的折扣 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反复 会回来一点点 都是有可能的 不是每个人都一样 即使是男生 也不可能每天都一直下降 所以我跟大家都说了 你就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 如果是正儿八经的生酮 除了第一个月 是吧 刚刚断碳的那一个月 可能会多减一些水分 看起来很兴奋 是吧 但是但凡正好正儿八经的开始减脂 从第二个月开始 第三个月开始 你的减脂就会非常慢 慢的是多少呢 就是0.1千克每天 也就是100克每天 100克每天 也就是你就算是一个月 扎扎实实的减肥 也就只能减五到六斤 而且像女生 如果有姨妈的话 有的人可能会减得更少 所以你说 你整天盯着体脂秤 为什么今天不降 为什么今天不降 这个都是不科学的 而且没必要这么做 这个安阳妈妈 我看你发了很多条消息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什么也不测 很佛系 我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我节目里面的所有的宗旨 就是要大家吃天然食材 把一些知道自己哪些东西不用吃 然后其他东西你随便吃 按照自己胃口吃 其实血童也不用测 是吧 你也不用去算 什么东西都是 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会自我调节的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是想把生动饮食做得很轻松 像这个安阳妈妈这样子是可以的 想吃菜就吃菜 是吧 无油无肉也不强求 但是如果有肉有油 那你就该吃就吃 是吧 但是就是说 那你说你之前吃五花肉测血童 很麻烦 是的很麻烦 现在不在乎了也不测了 就是该这样 我以前对你没有印象 我如果你有时间看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其实一直都是这么 我告诉大家的 子弄蝶一 你说奶油算不算万云桶 我觉得算 是吧 奶油也算 椰子油也算 你喝的黄油 什么那种MCT油 这种 甚至你吃的那种大肥肉 其实都算 只不过就是说 这种是液体形式的 可能更容易被包装成商品来卖 但是我们遇到很多朋友 他们吃那种五花肉 大肥肉 哎呀 本来就很难吃 还天天往嘴里塞 然后把自己桶底堆得很高 但其实 饱腹感也很差 没有太大的好处 往往那么吃之后 把自己整得很腻 别的东西都吃不下了 甚至有些人还有恶心 但是 那个 一整天该吃的蛋白质 又没吃够 到时间长了 蛋白质流失 不管是肌肉流失 还是什么 身体啊 这个脱发 或者是影响到姨妈了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 所以 而且我们昨天直播 也跟大家说了 这个奶制品 不管是奶酪 奶油 鲜奶 酸奶 这东西对人都会产生一种 上瘾的这种作用 天天吃这些东西 你停不下来 这些东西太香 会让你根本停不下来 而且你可能会 喝的越来越多 最后 没法减肥 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你是 以前是高碳水 然后现在要学习入酮 那么你每天 用一点点的 那个椰子油 MCT油 或者是黄油 堆到咖啡里面 堆一点点 然后试着入酮 是很容易的 但是一旦 比如说你坚持了 两三个星期 但是你吃饭的时候 没有必要 一定天天都是叫大肥肉 对不对 我根本不拦着你是吧 你要吃大肥肉 五花肉 喝黄油 喝MCT油 喝万元铜 你去弄吧 最后你不减肥 那你就自己去总结一下 为什么 我让大家不要去吃 那么多万元铜 目的就在于 你不要把这个生铜的 顺序搞反 生铜 大家都是为了干嘛 为了改善健康 为了减肥 这是比较多的几个情况 对不对 那更多的是要利用自己身体的脂肪 把身体上多余的脂肪给用掉 意味着就没有必要喝那么多外元铜 你说外元铜用来生铜 可以 但是那是强制绑架我们的肝脏去生铜 你自己的体内的脂肪用了多少 你知道吗 最后你花了一两个月 减了多少斤 知道吗 这个也不知道 对不对 也许有很多人 喝了很多外元铜 吃了很多大肥肉 它的减肥的效率很低下 那如果我要总结原因 那我是不是要把肥肉减少一些 这不是很理想 理所当然的这条操作吗 对不对 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不是说 啊 外元铜可以生铜 所以我每天都要喝 每天都要喝 不是这样 我之前也给大家说了 防弹咖啡这种东西 不要一个劲的喝 你生铜了一年 你还在喝 不要干这种傻事 我们告诉大家 你就画一条红线 是吧 防弹咖啡 头三个月 可以喝 三个月之后 你就不要喝了 只要你还在继续生铜 三个月之后 不用喝了 就这么简单 像安阳妈妈 你说的 对 以前就是这样吃肉 喝奶油 每天APP计算 然后很焦虑 两个月之后 就暴食了 这个叫 子弄叠一的 你好好看一下 人家的感受 你往上翻 把这个安阳妈妈 说的所有的话 你都看一遍 看一下人家过来人 是怎么说的 你可以不信我的 是吧 你觉得很难平衡 那是因为你没有学我们节目的内容 你问你操作的方法是别的博主告诉你的 什么脂肪就不够 谁告诉你脂肪就有一个够的一个标准 这都是有问题的 你看现在安阳妈妈 现在吃的很佛系 很轻松 本来生童做的最后就是很轻松 你如果做的不轻松 那说明你做错了 你每天都在焦虑 吃多少卡路里 吃什么食物 然后这个补剂 那个补剂 然后这个油 那个油 你整天折腾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 这个生童你一定是做错了 然后小三 你说要健身又想健康的生童 之前跟大家说过 如果健身的话 你只要不是很剧烈的这种运动 不是说每天举很重的哑链 那些东西的话 那么你可以边低碳边生童 或者说怎么样 做一些轻松的一点的运动 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说你指的健身 是指那种 对身体要求很高的 要具体很大的那种负荷 那种健身的话 我是建议你能够稳定生童 先半年 你再去做这些负荷比较强的运动 不然的话 你就会觉得这个体力不够 或者是力气不够 这个都逃不了 这个是生童饮食 它这个适应期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的鸡糖原生产 产生鸡糖原 或者说我们的肌肉 对我们的血童的利用 它就没有那么的充分 所以你要给身体足够长的时间 你才能应付你的高负荷的健身的需求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清楚了 就是你既然想了解健康的生童 而且你必须还得要做足够长时间的生童 才能应付也许你要做的比较强的那种健身 这都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克服过的 就千万不要说做两三个月的生童 觉得这个举铁也举不动 我要回去吃碳水了 基本上你这个生童就没有做到位 时间也不够长 而且你这么操作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好处 对我就比较喜欢像安阳妈妈这样子比较佛系的 而且其实能够做到佛系 说到底其实是对这个生童饮食的一个彻底的了解 对食物对生童整个的一个了解 不会特别刻意的去看中某一个指标啊 或者是什么卡路里啊 脂肪的量啊比例啊 或者是什么 就是反正现在网上的这个言论很多 我们很多的网友 就是操作一年两年之后 最后都会变成像安阳妈妈这样的状态 说虽然是说佛系 但是其实大道质简 如果一个人把一个生童饮食说的很复杂 你就想明白了 这个东西其实是没那么复杂的 好了 那我们今天没有人问问题 就先直播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 再想起来有什么问题 就跟我点我的这个左上角 关注我 然后平常到我们的那个群聊里面跟我聊天 或者是跟我私信 好 我们就先到这里 我先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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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